高空俯瞰工程车滑落撞上太鲁阁号列车 酿成73年以来台铁死伤最惨重的事故 在各界群力救灾的同时 却惊传台铁竟然想要甩锅 内部对话曝光 有台铁主管认为工地安全监造要负最大责任 同时语出惊人 建议责任导向监造降低本决负贫 出了这么大的意外 却疑似想下指令带风向谢泽 对此台铁回应 现阶段同仁以抢救抢修抢偷 以及身亡旅客家属的协助为主 事故调查原因有待愿安会调查 不正面回应让工会看不下去 跳出来痛批台铁 的高层的确是在很多状况发生的时候 都会去用谢泽的态度来处理 然后很多长官也真的就是只是 记个过就敷衍了事就没事了 难道台铁在这起事故当中 真的没责任吗 现场进行维修工程 虽然向外发包 但台铁没有落实兼工松散的结果 酿成大祸 工程会向外发包 就是因为台铁业务紧缩 表面上截至政府预算 但追根究底 是因为台铁人力短缺所造成的 人士所有的公务机务跟电务的单位 都一直处在人力不足的状况 然后很多的承包商也不是 台铁可以控制决定这些品质的 人才严重流失 台铁也被专家点名 普遍缺乏风险管理 教育训练不足 尤其当极端气候落实或器材滑落时 根本无法反应 台铁前任局长张振元 今年一月退休后 由交通部次长齐文忠代理 一待三个月至今催没人 群龙无首 牺牲的是民众的生命安全 没有把民众安全放第一位 让台铁事故层出不穷 故于松散的后果 造成73年来最惨重的意外 让台铁这间百年老店风雨飘摇 既然杨旭旭和据雨 台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